本土剧女星这辈子放弃结婚惨遭婆妈太罚,她把气反击用三个重点让她们秒闭嘴。 点了好文章,娱乐新闻,检举此篇。 这阵子在本土剧《一家人》里面新进的演员大牙、周一佩,在剧中饰演精明能干的女强人,面对恶婆婆的刁难,她更是翻转了过去传统女性的思维,勇敢讲出媳妇的不敢说说的心声,凶狠地反击了恶婆婆,那游牧真是痛快人心啊。 图片来源,三例。先回顾一下她反击恶婆婆的精彩片段,影片来源,《一家人》。 而现实生活中的大牙,其实也跟剧中角色的个性一样,都是现代女性的思维,不认为女生年纪到了就应该要嫁个好人家,再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孩,有个幸福家庭过完下半辈子,靠自己才是最实在,更透露自己这辈子。 不昏不生。 早期以我爱黑色会出爆的大牙,近年开始转战戏剧圈发展,一直拥有健康形象的她,前阵子却不知道为什么原因,体重突然狂掉到只剩49.9公斤, 让她吓坏忍不住在脸书发文感叹,长辈,胸部,都大概一眠再也回不来,脂肪掰掰,肌肉掰掰,乳房掰掰。 图片来源,大牙FB粉丝一看到天文纷纷留言关心,会不会有点瘦,健康轻松就好,别想太多了,或许牙妹术已受体质吧。 女生少了长辈好像也不太好吧,也有粉丝安慰她说,健康比一切都重要,长辈等奶怀孕就会回来了。 当下大牙就立刻回应,我不昏不生,谢谢,没想到竟引起轩然大波,许多婆妈都忍不住留言太罚她。 面对一连串的言论压力,她则直播澄清自己一直很喜欢小孩,但在人生规划里,原本就没要紧化生小孩,结婚也没有想法。 她接着又说,认为找到一个板,或者一只狗,只要相处良好就很美满,且自己比较享受旅行,能说走就走,不用挂念太多。 而她更认为现在台湾离婚率蛮高的,若真的找到命中注定的人,最后若真的走上离婚这一步会感到很惋惜。 而她觉得最重要的是,能找个一起吃饭,聊天懂奶的人就足够了,并透露她很早就已经和妈妈沟通过了,妈妈也已经放弃咬她结婚的念头了,让她忍不住在直播吼我妈都不逼我了,你们逼什么逼呀? 完整直播内容在这儿,影片来源,大牙FB也是了,人家妈妈都不冰婚了,你们急什么,更何况谁说一定要结婚啊?女人靠自己最好。